嗨,大家好,我是胡小韶 昨天小韶还有惠玲以及安妮老师 我们三个人做了一期直播 教大家怎么样去做这个打底裤 现场给大家打板 然后是公益自作 特别是惠玲老师的公益自作 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赞许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因为做饭 还有在下班的路上 没有看到这一期的直播 希望我们能够详细的 将这个打板和公益自作 再分享一次给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又特别录制了 这样两期视频 一期讲打板 一期讲详细的公益自作 分享给大家 不清楚的朋友可以反复的看 去看一下这个细节 也能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打板 今天打了一个特别小板的 150的 然后这个铜围是82 减了10厘米等于72厘米 为什么减这么多呢 因为用的这个弹力面料 它的弹力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铜围减6到10厘米 然后裤子的长度呢 是88厘米 然后减去一个4厘米的脚口 我们起板的时候打84厘米 同样的先打一条基础线 这个是撤缝线 腰口线 脚口线 定直当身 因为这一个的话身高比较矮 它的直当和同围都相应比较小 所以这个直当身我这次打的短一点 打了个23厘米 同围 四分之同围 前后打一样大 因为弹力比较大 因为弹力比较大 这个就不分 不分那个前片 减一后片加一了 全部都打前面后片一样打 四分之同围 小当宽 有的也叫小龙门 这个是3厘米 然后下落1.2厘米 造一个6厘米 这个是6厘米 这个大龙门 这个大当宽 就是从这个地方 向外6厘米 这个要搞清楚 不是从这个点向外6厘米 这个整个大当的宽度 就是6厘米 同围线 向上一个7.5厘米 7.5厘米 然后后片的话 后片的同围 我们向上一个2厘米 这个地方 前片我们下落1.5厘米 后片上提1.5厘米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改变都可以 重新修盛前后的整个的腰口线 从这个同围线向下36厘米 或者是从这个横当线向下定一个28厘米 29厘米 我们定这个中腿线 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中腿线的宽度 我定的是13.5厘米 13.5厘米 这个比昨天直播的打的还要小 比昨天直播的打的还要小一些 昨天打的160厘米 今天打的150厘米 这个脚口的宽度 低到11厘米 那么我们来修顺这个前浪线 前浪就是这一条线 然后再来画顺后浪线 再来修顺这个内浪线 稍微向里面糊一点就可以了 修顺后片的内浪线 这个是前面 这个是后片 大家搞清楚 然后我们之后做一个脚口 脚口的宽度 我们打一个4厘米 高度打一个10厘米 宽度打一个9厘米 这个是9 这个是4 这个做双层的 好 那么整个裤子的板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乘几片 乘以两片 前片后片打开 这个裤子的侧缝 是连在一起的 它是一整片 所以总共就是两片就可以了 这个腰呢 是怎么样去放缝分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 当身你觉得浅了 像我们昨天一样 放一个4厘米 我可以放一个4厘米 放一个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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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留一个2厘米 在外面 另外的3厘米 咱们把它折进去 这两个 这个2厘米 就是什么 就是皮筋的 皮筋的这个宽度 另外折进去的 就是里面折进去的 这个缝分的量 大家也可以直接缝分 放一个3厘米 如果你皮筋是2厘米的话 你就放一个 就是皮筋的宽度 加一个缝分的宽度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上面的腰 根据自己的喜好 这个属于那个中腰的 不是很高 也不是很低的这种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 加上面或者是简短 都可以 这个腰就自己去定 整个的板型 基本上的框架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150 然后比较适合 比较瘦的 胖的人呢 家当的 男士女士的 这个秋裤 打底裤的这个家当片的 前面都有讲过 大家去看我前面的视频 有详细的讲解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小韶和惠玲的朋友们 感谢大家的点赞 关注与转发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